特朗诚 救命啊 救命啊 如此兴师动荣的 未免太隆重了吧 让我承受不起啊 我们最好还是派个人出来跟我说话 拿着 组队 别过来 路子航 你给我把人放了 有什么要求你对我说 爽快 我的要求非常简单 给我准备一辆三菱巡洋舰 灌满汽油 你们人必须在五分钟内在我眼前消失 要不态他 我相信你不会伤害人质的 你杀了人质等于断了你的活路 少说废话 答不答应我的条件 路子航 咱们有什么话可以商量 先把人质放了 你少做梦 别以为我会那么傻 在我的生命安全没有得到保障之前 我是不会释放人质的 别动 路子航 你不要一意孤行 路子航 我们现在正在追查一桩谋杀案 你只要能证明你不在现场 我们也许还会放了你 可是你现在这么一折腾 等于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 别动 再往前走一步 第一刀捅着他 救命啊 你要领志啊 这可是罪上加罪 哼 对我来说 被枪毁十次 跟他被枪毁一次一样 一命坏一命 止 我答应你的要求 王队王队 我们所谓 啊 怎么了 提你开车马上过来 啊知道啊 好了 你要答应我的要求 要不然我不会让车开过来的 什么要求 胡子豪 让我来换他 我来当你的人质 行 先把自己双手铐上 杨队 把铐子拿过来 小队 太危险了 你给我铐上 行了 你把他换了吧 我们一个换一个 先别急 抓我先去 是我 什么 准备 站住 描往中摇 下A A 3818 保护灯 注意拦截 后边停车 后边停车 别动 走进来 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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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找死你 有没有搞错 她是我老公 站住 你再往前走一步 她就会没命的 小刘主 连警察都敢绑架 你 我佩服 大不了就是个死 我不拔 好吧 可你干的这事 你知道吗 你绑架的女警察 是我老婆 这事让我很没难 不是 没办法了 虽然不怕死 但我更愿意活着 有你太太在这 至少警察不敢随便开枪 好 是啊 俗话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相信哥们做这事情 大概也是因为 迫不得已 对吧 能看得出 郝先生也是道众之人的 我说这个 最后人我不会为难的 你们一脱身 你们立马放孙夫人回家 时候不早了 该上路了 别气 等等 真的 我要是你的话 绝不会选择这个时候走 为什么 你想想 现在是下班高峰 人挤车多 你的车在路上肯定跑不起来 如果你想从警察的重重包围中 逃脱出去 我给你提个建议 我觉得 你要等天黑以后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帮你 我是在帮我老婆 因为我非常清楚 只有你彻底安全 我老婆的生命 才有可能得到安全的保障 后面别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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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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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dat的 啊 给我抽一口吧 我求求你 你够坚强的 给我抽一口吧 我问你 这个女孩你认识吗 她不是叫程萌萌吗 她怎么了 她被人杀害了 她怎么会死呢 她还欠我的钱呢 好几十万 她死了 我的债他妈的跟谁要去 那是什么钱 赌债 她向我借的 难怪你们坚持要我说出四月十四日那天我的行作 难道你们怀疑是我杀了她 你刚才不是说你们有债务债权的纠纷吗 你们搞搞清楚啊 是程萌萌欠我的钱 那不是我欠程萌萌的钱 我把她弄死了 那我的五十万 我找谁去啊 我把她的钱拿去 刘萌萌萌 我把她回来 这是你帮我回来的 我把她提供しen 罗总好 你是怎么认识 长萌萌的 那是我刚来大陆 没几个月 我在下海的东湖杜蒋村 租了一套别墅 开厂子堵外围码 来堵的大部分是台湾 香港还有澳门在下海 投资开工厂的 前老板 什么风把你给出来了 欢迎 前些日子 你一堆带信要我来补偿 最近公司赶做出口订单 抽不出时间来 这不 我中午刚把货装上了 下午我就赶来了 多谢捧场 这位小子是 这是我们公司公关部经理 程萌萌小姐 幸福 谢谢 程小姐是第一次到我们这儿玩吗 我去祖国马吗 没有 我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玩 我听别人说 读马一要研究马精 二要凭运气 才有可能赢大钱的 想不想试试运气 不好意思 我没带钱 我们今天来只是任人地方 没打算赌 不好意思 在靓女面前谈钱 太俗了吧 这样吧 今天我请程小姐赌一回 输了 算我的 赢了 算程小姐的 这怎么好意思呢 豪哥 不行 不得行 程小姐 不给豪哥面子 陈总 祝你 生情难缺 生情难缺 程小姐 还不快谢谢豪哥 谢谢豪哥 好好好 请 你想读哪一种菜池啊 是三宝啊 还是猪营啊 豪哥我不懂 你做主 算了 你还是赌联赢吧 什么叫联赢啊 联赢就是在一场赛事中 不论次序 只要能够选中第一 第二名 赌这种菜池啊 虽然不如大菜池 太菜率高 但是简单 而且胜算也高 这样吧 你赌 你赌第三场的六号圣龙群 和二号日月神居营 落十注 每注 一千人 嗯 豪哥 我万一赢了 能赢多少 这两匹马 连赢的太彩率是十六倍 你自己算一下 最会清楚 能赢多少钱了 不会吧 不会吧 我要是赢了的话 能赢十几万 嗯 嗯 嗯 那天 程萌萌果然赢了 赌博跟吸毒一样 会上瘾的 一想借都借不对 特别是像程萌萌那样的 第一次参与赌马 就赢了那么多的钱 我估计 他长那么大 头一会拿到那么多的钱 你要他见过就收了 真比他挖的强奸他还痛苦 果不其然 自他那次赢了十多万之后 从此 他迷上了赌马 按我马仔的话说 他是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而且是逢赌必输 不到两个月 他除了把他第一次赢来的 十多万输光外 前后三次 找我还借了五十万 豪哥 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难哪 我手下是几个兄弟 要吃饭穿衣 还要养家糊口 可我确实一下子 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豪哥 求你了 再宽限几天 等我把钱凑齐了 我立马给你送来 等你凑齐了那五十万 我们差不多也饿死了 要不 你让钱老板帮你还 哎呀 那可不行 我在外面借钱的事 他一点也不知道 再说了 他也没有钱 公司的财政大权呢 都掌握在他太太手里 他太太每月只给他两万块零花钱 哼 哎呀 你这么个绝带佳人 怎么帮了他这么一个废物 真他妈的没劲 哼 要是换了我 别说区区几十万块钱 你就是要天上的心情 我也会为你摘起来的 别这么说 再说了 我和他在一起 也不光是为了钱 问题是他有钱嘛 一个月两万块钱的零花钱 够他妈干什么的 买伟哥都不够 像他那种人 这不靠伟哥 能不能跳起来 都他妈难说呀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我不说了 我回去了 程小姐 你只要敢跨出这间房子 你借我的那五十万 必须在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 一分不少都还给我 否则 后果自负 豪哥 你这不是在逼我吗 当然了 你豪哥也不是不好说话的人 是不是啊 豪哥你别这样 你还挺专一的 就那么一个为妻如虎的窝囊废 你为他守身如玉 值得吗 告诉你 程小姐 我卢子豪 名人不作万事 我把话挑明了吧 我非常喜欢你 希望能得到你 只要你答应了我的要求 那五十万 我可以放宽你半年之后再还给我 而且 可以分期还 不不不 利息 我全免了 考虑一下 怎么样啊 这就对了我没人 你知道吗 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只要你答应了我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我钱我还 你 阿四 我所知道的我可全都说了 程萌萌真的不是我杀的 明天一早送他去强制戒毒中心戒毒 告诉那儿的管教 把他看紧点 千万别出乱子 好的 我现在特别担心的是啊 他在那种情形下突出来的恐龙 能否经历这个异症 咱们还要再进一步调查核实 要说是卢子豪沙克的程萌萌 首先从逻辑上他说不过去 在一般情况下 债主是不会轻易的向欠钱人下手 再说程萌萌欠的又不是小数字 整整五十万 如果他杀害了程萌萌 这五十万就永远回不来了 老队长 你看咱们是回家还是直接回队里 这么多事儿 回线也睡不着 还这样直接回队里 现在六点半还没到 上班还是早了点吧 我听说新贵宫的早茶不错 要不我请两位领导吃个早茶去 我没意见啊 你呢老队长 我呀我就更没意见了 喂 作为 他又给你发过来张照片 两分钟前 你看到没有 他每次给你发的电子邮件 用的是不同的网址 而且登陆的网站也是各不相同 特别是他每次都是用手机上网 这就让我们划定一个大致的区域范围 带来了难度 而且是相当大的难度 由此可见 这个人具有很强的反真能力啊 你不是号称自己是网络专家吗 不会拿他一点折也没有吧 如果他继续再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想一次查出来 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了 这个王八蛋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 能听到这一点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啊 从他发给你的几分电子邮件来看 他即使不是杀害陈某某的凶手 至少也是个执行人 可他这样干的目的是什么呀 亏你还看过那么多的美国大片 这种情节在美国电影里比比皆是啊 你是说 猫玩老鼠 小心点吧 像他这种喜欢玩猫捉老鼠游戏的人 十有八九 变态 你看这什么 会不会是日期啊 把它放大 好 四月十四 城堡被害的那天拍的 钱昌复的车 钱昌复的别克是白色的 而这辆车是黑色的 叫大龙查一下 看看这车到底是什么颜色 大龙 好 你到车口罩查一下 看看钱昌复的车原来是什么颜色 走 黄队 杨队 杨凡有消息没有 还没有消息 给他打个电话 你在查得怎么样 好的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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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怎么不接电话你 这人都到了门口了还接什么电话呀 你真以为我的手机不要钱 看你抠的 怎么也没见你成百元富翁啊 安排 查到了没有 查到了 这是南京的四零二一厂生产 当年这种鞋一共送出去九百六十双 多少 九百六十双 哦 那就想办法查清楚 这九百六十双鞋子去一下 啊 不会吧 怎么了 王队 这鞋是两年前发出去的 这铁打银盘流水的兵 当年领取这种鞋子的战士 估计至少有一半 已经退出现役回家了 老队长 你当过兵 你知道 部队上的干部战士来自五湖四海 要查起来谈何容易啊 不行不行 这是指证凶手的证物 必须查 而且要查清楚 安排 将你负责了 啊 明白了 我马上去 好的好的 明白了 好 知道了 马上去 你把位置再重复一遍 哦 组队 啊 查到了 前长副原来有一辆黑色的别克车 挂的是下海的牌子 嗯 原来是什么意思 哦 半个月前 也就是成蒙蒙被害的第三天 前丈夫把他的车送进了海昌修理厂 重新做了变漆 把它喷成了白色的 你看 这是从车馆处借来的原车的照片 这是海昌修理厂出去的证明材料 嗯 行我知道了 你忙去吧 哎 秦总回来了 左队长在这儿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刑警队的王队长 哦 王队长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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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坐 经理 你先出去吧 好 請抽烟 不用 啊 呃 呃 呃 陈萌萌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凶手抓到了吗 钱先生 你的那辆别克车 是什么颜色 别克 黑 啊 不 呃 白色的 哼 钱先生 据我们所知 你的那辆别克车 原来是黑色的 这一点 由你留在车馆处的档案照片为证 你是在承萌萌遇害的第三天 把车送到海昌汽车修理厂 重新做漆 改喷成白色的 你能告诉我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吗 是 你是说 承萌萌被害之后 你酒后驾车 悲痛欲绝 撞到隔离带上 才重新做的喷漆的 是的 2000年4月14日晚上8点到11点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们还有完没完 这个问题你们问了不下50遍了 我对你们说过多少回了 那天晚上我在香港 证明人是我太太李凡仪 这是我最后一次回答你们的问题 那要看调查的最终结果 好 照你这么说 你们一年破不了案 我就得一年接受你们的盘问 恐怕是这样 我抗议 我是香港同胞 我到你们大陆是来投资的 无权对我这样 钱先生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基本常识 这是下海 你在这涉嫌犯罪 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我们的调查和讯问 我想这个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我说过我没有杀人 你们要我怎么样 你们才肯相信呢 钱先生 你什么时候回香港的 4月12日 钱先生 这张照片是设于2000年的4月14日 这辆车和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 不认识 钱先生 你不觉得这辆车和你的那辆别克车很相似吗 什么意思 好像下海不止我一个人有别克车吧 但是既有别克车又认识成萌萌的 好像只有钱先生一个人 对不起 我马上有个会要开 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对不起 我们打扰了 对了 顺便告诉你一句 4月12日 没有从下海飞往香港的航班 你也许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上的飞机 这点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再见 不好意思啊 刚才接电话不方便 再怎么着也不敢不接老领导的电话呀 钟主任你就别客气了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是不是你的哪位朋友嫖娼赌博被抓了 要我帮你捞人呢 这件小事我还要找你啊 刚才江湖市长要他的秘书打来电话 询问程萌萌案件正过的进展情况 江湖市长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 他想知道钱昌复在这个案件中 到底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 钱昌复虽然有杀人动机 但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 说钱昌复是杀害程萌萌的凶手 还仅仅只是个推测 就是说有关钱昌复涉嫌杀人的罪证 你们收集到的只是见解 对 目前来说情况只能是这样 我们办案子是中证据 你们如果有足够的证据 怀疑钱昌复就是谋害程萌萌的凶手 就抓紧时间查找他的犯罪事实 如果觉得再这样挣扎下去 一时半会儿也难以有多大的收获 就把侦察中的地方 放在另外几个英雄的身上 不要老掐着钱昌复无法 放好了真正的凶手 这个是江副市长的意思 江副市长主管政府了 多余的话我就用不着多奖了 再见 谁来的电话 钟昊 他虽然明明说 但是那意思我能听得出来 要我们放弃对钱昌复的调查取证 为什么 好像是有人对市局施加了压力 你说江淮 我马上就去 什么 保护好现场 我马上就去 吴若啊天涼了多穿点衣服啊 嗯 对楼 你 敬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看 死因和楼上的一样 也是死一刀相 可以肯定 他是从402室下来的 有没有找到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展示还没有 不过有原东西你会赶进去 记得赶紧 看过检查 丑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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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啊你不回家你在这干什么 你不是告诉我你回老家去了吗 抬出去吧 我看你 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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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华 四伤 来 坐啊 楼しま 怎样通知马小三的父母 马小三的父亲早就去世了 只有一个母亲在乡下 你刚才说马小三回乡下去了 她是去看她母亲去了吗 是的 她说 她说她两天就回来 谁知道 菜宅好了吗 快一点磨蹭什么呢 马上好马上好 小花 三 小花 我妈打电话来 说她病了 要我回家看看 什么病 药紧薄 我没回去 我哪知道 我下午就走 公安局不是说 在取保获胜期间 微情他们同意 你不得离开下海吗 也就是说说罢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两天 两天就回来 好 她告诉你回乡下老家去了 但却到了这个地方 而且还把命丢在了这儿 她为什么要对你撒谎 又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呢 不知道 你好好 你好好想想 这很重要 她为什么要背着你 到这个地方来 如果你想早点抓住 杀害你未婚夫的凶手的话 我 我真的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来这儿 等等 让我想想 我不知道 她会不会 是因为那件事 谁呀 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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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水花 你怎么来了 也不打个电话 来 我呀 是大二子 到下海市来送货的车 顺便 来看看你和小三 我下午就回去了 妈 快 快坐下 妈 这回来了 多住几天 明天啊 我跟主人请两平假 陪你上街逛逛好吗 不行啊 咱们家的果树啊 现在都挂果了 这两天呢 我得给他们喷农药 妈 你一定要多住两天 啊 翠花啊 这家主人 对你怎么样啊 挺好的 妈 你先歇一会儿 喝点水 我把剩下的活干完了 咱们一块吃饭去啊 还有什么活啊 妈跟你一块干 妈 这不行啊 哎呦 跟妈客气什么呀 咱们一块干完了 早点去找小三 行 妈 书房的蜡我已经打完了 你来回擦两瓶就完事了啊 好 那 走点 会儿 妈 妈 怎么了 妈 她 是 她是 这家的男主人 他在下海有个工厂 他叫钱昌妇 其实 钱昌妇在香港还有一个老婆 我们主人是他在下海包的二奶 钱 你 长 夫 妈 妈 你到底怎么了 你是不是认识他呀 余翠华 在这儿呢 余翠华 在这儿呢 快 快 你搞什么鬼啊 随便带外人进我的书房 还损坏我的东西 你 程小姐 真是不好意思 哦 她是我婆婆 是从老家过来看我的 陷队 是我打蜡时不小心摔坏的 我陪你好了 你的意思是 你的婆婆认识钱昌妇 认不认识 我不知道 反正 那天我婆婆见到秦昌妇的照片以后 整整一天 都显得黄黄糊糊的 我问她 她什么也不说 那你婆婆那天下午 到底走没走呢 没走 而且 她一吃完中午饭 就出去了 直到晚上再回来 蠢货 这么点小事你们都办不好 还怎么出来跟我闯世界啊 行了 警察迟早会介入这件事的 趁警察还没有查清楚之前 必须找到那东西 又是新东海极端 嗯